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 WRX是在Sufru全球平台上生产 这个平台使用了大量的高强度钢 以获得更高的钢度 更持久的品质 高出28%的抗扭钢度和更安静的车里的环境 这款WRX专门为完美的转向而设计 看这个内饰 据说这款瑞凯威高性能座椅可提供额外的支撑功能 多功能显示屏可提供车辆资讯概览 地形方向盘握感更加舒适 配有加热的前座椅 电动倾斜 滑动天窗 以及哈曼卡顿高级音响系统 这款车的驾驶效能更加舒适 操作更加方便 看着这个11.6寸的触控式屏幕 它还配备了无线的蓝牙 配对和免提智能手机操作 而且您可以通过远程的Starlink应用程式和Series XM 可存取新闻 导航 音乐等等等等 那我们就一起去开车体验一下吧 加速真的是不一样哦 这是我目前开着他们的车当中加速最快的一个 它在加速的时候就感觉像一个流线一样 非常的平稳 平滑 而且是一下子一瞬间就出去了 然后你再看它这方向盘 它是这种地形的方向盘 也是它的核心部分 这个方向盘在把握的感觉 跟我以前把其他圆形方向盘是不一样的 它操控性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活 非常的灵活 而且很轻 就感觉你在操作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的延迟 别看这款车是一款赛车啊 但是呢 你在内 你在它的车厢内呢 其实是感受不到太大噪音的 非常的安静 而且它的座椅啊 这种包裹性非常的好 所以在开车的时候你感受 就算你开的多快 甩的多大 但是感受不到身体的晃动 它会把你包的非常紧 很有安全感 好 我们稍后来体验一下这个换挡拨片 哇 我每一次在换挡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换到了第四挡 第五挡 在换挡的过程中 根本感受不到那种一顿一顿的变化感 WRX也同样配备了iSET驾驶辅助系统 而且2022款的这个车型呢 还配备了一种全新的功能 是自动紧急转向系统 这个系统呢 会提供自动转向和预碰撞制动支持 来帮助您避免碰撞 当然还有监控交通流量和最佳化的这种巡航定速 并在您偏离车道时呢 发出了警告 预警式自动刹车控制功能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进行全面的刹车控制 甚至可以将车辆完全刹停 进阶自适应导航控制和车道纠偏系统 可帮助您驾驶 制动和进行油门控制 所以无论是日常驾驶还是长途旅行 都会免除您的驾驶压力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马上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对苏布鲁的其他车型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到Sara Monti 苏布鲁车行 这里的华人销售将结成为您服务 这里也有收购和售卖二手车的服务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过来咨询 如果想了解苏布鲁的更多的促销信息 也欢迎参看大纪元的汽车板块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